你好,欢迎收看12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李慧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第三年特色旅数认证计划成效卓越 47家的旅数业者共取了115张国际认证证书,堪称是全国最多 日前举办了授证典礼及全国发表会 授证证书肯定了旅数业者对立行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努力和付出 花莲县有2000多家旅数业者为全台之冠 近年致力行销花莲打造幸福友善城市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趋缓,旅游人潮逐渐回温 为协助旅数业提供更优质服务 花莲县府今年持续推动第三年特色旅数认证计划成效卓越 47家旅数业者共取得115张国际认证证书 旅数认证通过加速全国最多 没有来过花莲,不要说你到过台湾 没有去住过我们特色旅数认证的旅馆也好 然后旅数也好,你是无法遗愧花莲的原文 今年的这个国际旅游的这个门打开了 会很多国际课到花莲来 那他就会去选说,这个花莲这边有没有 有经过国际认证的这些旅数呢 他就可以透过我们法院给我们这个国际品质服的认证 这个是扎扎实实的认证 并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就发个证 上个课我就给你一个认证 这不会去让全世界的友谊去认同 那当然再做起来,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程序 有很多的努力,很多的设备 甚至软体硬体上我们要需要去达成的 那我想今天我们大家都做到了 我相信再要参加ISQM 大家都是同期同期 大家都是找麻烦 自找麻烦,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因为我们对自己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 因为我们要命运科要有评鉴 所以真的是我相信在刚开始参加的时候 大家都信自勃勃 但是当你要一条一条一条符合这些规定的时候 哇,就想我为什么要参加ISQM认证呢 但是当你领导的时候 当你发现你在服务游客的时候 旅人的时候他会给你赞赏给你肯定 我们就对了 我相信但绝对不行 今年华联县优质旅数认证计划 共进行国家标章ISQM国际服务品质认证 FTH友善运动赛事旅数认证 KLS青山Longstate旅数认证等三项认证 自110年推行至今 通过认证旅数页达123家 累计取得证书达308张 高居全国之冠 期盼持续协助旅数页升级 优化服务品质 让国内外游客深刻体会国际智慧城市 观光友善花莲 记得蒋方燕华联士报导